长寿的值得羡慕吗?老夫的纠结之一装甲,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,眼下日子好过,人们更是热捧长命百岁。 那天,听朋友说,他的一位邻居快要一百岁了,很是羡慕,忙不迭地追问老人家的长寿秘籍,分明是一位安静可爱的老人。 然而,听着听着,我却没了太大的兴趣,头脑里甚至冒出一个傻傻的念头,长寿都值得羡慕吗? 却以为,长寿固然美好,但生命的长度总是有限的,厚度却是无限的,让生命尽量增加厚度,才应该是人生更值得追求的。 如果通过努力,能让自己拥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,是人生五彩巅分,故事多多,即便寿命短一点,也比听糖化水的长寿,更有意义,更值得羡慕。 我崇拜书法家,如果上帝能让我写出宝英纪书法家谢少强的考词来,叫我少过二十年,我也情愿,毕竟,昙花一现,胜过狗尾巴草风光半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